抗議中科徵收的不公道 居民到台中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前 舉不條抗議 認為徵收給台積電的土地價格不公 針對價格的不合理 地上戶徵收的不公道 跟搬遷的困難性 立即給我們做出回應好不好 好 以現在路邊的農地的價格 都平均在十萬十多萬 那這次的徵收價格 那所有居民大概就是 有五萬多有六萬多 那以地主的權益 當然不願意被徵收 目前徵一地 預計由中科取得後 台積電承珠 將新建為1.4奈米 先進製程廠用地 影響地主107人 除了最大地主是新農球場外 還有四成是私人土地 地主們質疑 中科用低於市價收購 沒有一架空間 對照新竹寶山的收購案 價格也落差很大 竹科那邊就是非法比照合法的補償 中科這邊就是以台中市的自治條例來堂塞 只補償40% 讓我們都血本無歸安 對此中科解釋 估價過程都請產經學三方專家多次評估 但現階段因為和地主談不攏 以接貨台積電通知延後到年底交地 估價是他就去評最近曾經買賣的一些價格 我想那些價格都比這個好 所以我們盡量鼓勵說他們協議價格能夠來同意 這個絕對比未來的承收價格來的優惠 現階段除了私人土地收購價格任職落差 新農球場還有部分高求證會員 要求每張補償180萬有待協商 就怕爭議無法和平解決 持續拖延 影響台積電建廠規劃 變成龍潭園區翻版 畢竟有護國神山進駐 多少能帶動地方發展 希望能協商成雙贏局面 東森新闻湯以諾蔡茗玉台中採訪報導